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万以下落地 个子比较高 那你要空间大一点的SUV了 10万以下落地 我的推荐是长城哈佛的M6 或者是吉利的远景X6 这两种车空间都不错 动力种成动体靠谱 看您当地的优惠政策 在这两个车型里选一个吧 胡老师您好 想买一辆12万左右落地的盒子SUV 被选尤其要奥跑接大Versus UBEN XRV大众图卡 麻烦您给拿个主意 XRV有点超预算 自动低配的有点接受不了卤素大灯 实际我的推荐还真就是XRV和冰质 花钱不到等于白花 别差这一点 因为什么呢 本田的小SUV XRV和冰质 1.5的自吸发动机很省心 也很省油 品质和保质力无以伦比 如果你喜欢大众 图卡也是可以的 奇亚车就算了吧 因为它这个车认知度偏低 产品力也比较低下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胡老师你好 我想买台16年左右的二手车 看重标志308或者408 还有明锐 看重标志的底盘 隔音和舒适性 看重斯科达的性价比 这两款车您推荐哪款驾用好呢 是这样 这两种车品牌认知度都不是很高 从这个角度上讲 买新车 标志车我是不推荐的 因为在我们大连地区标志店都已经黄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 你买一个明锐 这个车的底盘发动机跟大众对应的车型 比如说朗逸 宝莱基本都是一样的 这个车的口碑和美誉度 尤其是1.6的6AT非常靠谱 明锐车的后备箱也很大 沿袭德系的操控和底盘精尖的特点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好 今天的老胡文达时间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坎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语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